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先佛在我家 我是洪玉江 禅吉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 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唯一的智慧心法 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广洁善缘 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教育来带领大家一起跨过生活当中的疑难 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 我们拥有许多丰富而精彩的人生故事 今天我们是在风源道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黄玉轩、黄师姐 来分享到个人的学修经验 还有自身的宗教信仰的历程 一起来欢迎她 主持人好 我是风源道场29届黄玉轩 那我就请教您 就是先佛在我家嘛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家庭当中 家庭教育里面有没有接触到宗教的部分 那信仰的情况就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也是拿祥拜拜 那每逢年节的时候也会跟妈妈家人一起去附近的公庙 妈祖庙或者是观音菩萨庙 拜拜 然后家里是做生意的 所以初二十六的话也会有供奉土地公的习惯 那清明或者是一些节日也会有祭祖的习惯 就是跟中门的宗教信仰或者是祭拜的方式都差不多 蛮接近的 对 就您从小到大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自己的家人 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的状态 是 所以也是看得很自然很习惯 很习惯 对 这个真的是一种很就是潜移默化 然后内化在我们的这些生活当中的 在我们的印象记忆里面就已经牢固的 对 而且进入中门之后就会更学习知道说 拜拜的用意跟意义 还有一些一些仪式上面的精进这样子 对更深入了解 对对对是这样子 不然以前都是 不过也因为是孩子嘛 所以还没有很了解的时候呢 就是跟着 跟着大人 对看怎么做 对对那之后自己自己跟先生结婚之后 先生也是自己做生意也都会拜拜 所以就是他也教导我更专精在拜拜 一个仪式或一些礼貌或者是一些用品或者是一些准备的供品要怎么准备 他都是一直跟着他这样学习来的这样子 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就是安抚人心的的那个他的地方这样子 那我比较感到好奇的是您这么年轻 然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因缘 认识到王禅老祖是贵人呢 还是说是因为一件事情 然后就这样子导引你进来 在中门学习 然后或者是也开始融入中门的这个宗教文化 是一件事情 然后也有贵人的牵引 所以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那时候刚好我怀第二胎 已经37周准备要生产了 好不容易得知前面 在八个月的时候得知小孩子已经胎胃转症准备要生产了 准备要顺产自然产 那好不然后在37周产检的时候发现 医生跟我说他又躺横的了 由顺位又改成就是胎胃不正 有点调皮 对他就说你这个小孩子真的很坏 正了然后又给我躺回来 他说他已经目测已经3200多公克了 应该在里面没有空间可以再转下去 再自然产的机会了 那叫我就是回去自己想一下 大概什么时候要准备剖腹生产 然后刚好那时候冬天 又是12月的时候 先生刚好那时候 刚好这肩盘突出那时候很痛 然后一直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病因 那就是有客人来跟我们想说 那我们可以来问老师来找原品法师 看先生的天衣柜人在哪边 那我这台生产是不是需要走到开刀这个阶段 这样子那那时候来找老师的时候 就告诉他我的我想要让小孩子才会转正 让他能顺产这样子 这样子我才会坐月子也比较安心 带小孩然后先生也可以就是帮忙照顾家里 帮忙做帮忙照顾家里 然后工作这样子 那老师就告诉我就是把双手扶在那个宝宝的地方 然后宝宝的位置 然后念八卦真言 那就是有空就一直念 然后并且祈求菩萨跟老祖作祖 保佑我的小孩子能够他会转正这样子 然后能够自己找一个好时好日来出生 那老师叫我回去念两个礼拜再来找他 我说我可能没办法念到两个礼拜 我已经37周 我可能随时可能有症状可能就会生这样子 那老师就叫我说那隔一个礼拜 你礼拜四去产检 礼拜五问世来找我 我就说好我们就达成协议 那我就回去每天就只要坐在车上也在念 睡觉前也念 只是随地在念 对 我只要坐下来我就开始念 那我就一直念一直念 我就觉得说既然有人要帮我们 那我们就要顺着这样的 我们就试着这样的看 试着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努力一下 尽全力这样子 对 因为也很简单 就是花个时间念而已这样子 那礼拜 当下礼拜四 隔一个礼拜四我就去产检 然后就躺在整间上 然后医生就开始拿着超音波开始照 有点忐忑 对 有点忐忑 他安静了那三秒钟就有点 不知道 看不懂 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有 然后医生就说 医生就微微大就说 你看 你看你这个小孩子 真的是天赋异禀 你三十八做了 怎么还有办法再转正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现象 那我没有看过 从医以来三十年以来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这样 我真的没有遇到这样子 那我们心 我们就 我跟先生就互看了一下 然后两个人就是内心在跳跃这样子 就觉得 怎么那么神奇 那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念一个礼拜就转正 那连那个妇产科医院的院长 这样照超音波都说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子 竟然在我们的身上给发生了这样 我们除了诊间之后就说 哇这个老鼠实在是真的非常厉害 而且很慈悲 这样愿意帮我 帮助我们夫妻 让我们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 一关过一关这样子 那隔天我们就是 就是礼拜五就是刚好风雨到场有问世 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 告诉远平法师 远平法师也很开心 然后他还叫我说 你就继续念 念 就是现在就是要来祈求他 好好待在里面 然后等到好时 自己选一个好时 好时来出生 然后好命 自己要打这样子 那我也是一直跟他讲 就是你要好好的 选一个好日子来出生 刚好那时候问世的时候 老师叫爸爸 叫小孩的爸爸 就是我先生 刚好那时候 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有一个归依的活 归依的典礼 他叫我先生去归依 去仙佛寺归依 那我想说 那我就也跟着去 跟着去 凳子真的很大 对 那时候从 随时会生 对 那时候从大雄宝殿下 仙佛参谈的时候 也不知道说有这么长的阶梯 跟那个仙佛是有108阶的阶梯 这样我就是这样走着 走上来再下去陪他爸爸 在仙佛参谈 这样子 这样子等他 等他归依 那时候我是没有归依的 我只是在后面看 然后那天刚好 那天晚闭之后回去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开始有症痛了 然后到了晚上12点1点的时候 症痛越来越规律 那我们就赶快就是东西收一收 赶快去到当晚就 当天晚上就在医院待残 然后隔天早上的时候就 刚好就很平安很顺利的 把小孩子给生下来 那时候我还回想到 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 老师还有帮我补了一个挂 看我这次的生产顺不顺利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顺利 连同一个接生的医师都说 你的这一台跟上一台 实在是差很多 他说上一台的时候 我还有出血跟收缩不良 这一台完全就是很顺利 而且没有什么状况 很平安 然后还可以在产台上 跟医生聊天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切都是非常的很顺利 然后感觉就是 就是得到那种老祖的忽悠 非常的平安的来把小孩子出生 然后那时候爸爸说 他在检查小孩子出生之后 会检查四肢跟身体的时候 发现小孩子的那个脚踝那边 是左边的脚踝那边 就是有胎记 就很像是那种老祖把他的脚这样掉起来 叫他就是要头朝下 要让妈妈就是把他平安的生下来 顺利的自然这样子 所以这一连串的 一连串让我觉得说就是 真的是老祖给我这个奇迹 让我来到这个中门这样子 就像是老祖的神机展现一般这样子 对因为像我这么年轻 我不可能无缘无故 或者是人家一句话 或者是人家的邀请就来上课 或者是想要修行这一条路 那就是感觉是老祖 就是先让我有这个奇迹 让我知道祂 祂真的是有神明在护佑着我们家 然后让我们就是更无私 然后更全心全力的奉献在这边这样子 就是这个中门就给我一种温暖 然后安心 然后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很有力的人 贵人来帮忙我们 叫我们怎么自己去努力 怎么自己去祈福 或者是去诵经来改善现在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修行是个 是从自己内心愿意去做 你才会得到你想要的心安跟家庭的平安 这样子 是 那在这个共同正道的过程里面 我好奇的是因为您刚才表示 您跟先生是一起在中门里面的 对 但是谁先进来念的呢 是他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先佛寺的时候 遇到我们那时候初级七班的班主任少如师姐 那我们第一次去先佛寺也没有人带领我们 刚好就是有 刚好他要跟着他 他带他的儿子去皈依 那我们就因为有他 我们才可以就是 就是不用太多的摸索跟询问 然后顺利的完成皈依 那当下他就少如师姐就邀请我先生一起来上课 就是那时候是12月他就开始来上课 那我的部分就是就是我生完之后 做完月子之后大概在隔年的三月的时候 修养完了之后就是就是少师姐问我说要不要一起来 因为夫妻共修是一件非常发喜的事情很喜悦的事情 因为夫妻一起来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那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可以互持可以一起做一起一起更好这样子 所以就是变成就是我们就是一路走来就是我们两夫妻就是一起上课一起出级班结业 然后现在升29届 那想要请教的是说您先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职业工作 我们是他是自己创业然后是开设立就是机械配件的生产制造商 也是自有品自有品牌这样子自己贩卖这样子 所以就是他常常说就是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一定要神的帮忙也还有你自己的潜心的祈祷跟努力这样子 他有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一步一步的就是扎根然后向上发展这样子 他的观念真的还蛮不错的真的 有钱也要有钱啊 对对对 就是就是要脚踏实地内衣行他是内衣行这样子 那分别就有您先生还有您个人就是在学习《易经》跟风水方面比较一下 就说您比较喜欢风水的部分然后先生他就比较能够投入《易经》 然后或者是《易经》的部分就是他负责等等 你们怎么样的学习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他因为他平常时间比较忙所以我们在晚上上课的时候 其实他白天已经比较累所以他对于《易经》要背的那些他比较不擅长 他比较喜欢听风水然后还有一些工厂公司相关的一些 一些工厂风水的一些分享还有一些就是老师分享的一些事物 我的部分就是女生就比较会比较容易在文字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背诵会比较擅长 所以我就是比较负责沾卦或者是《易经》的那个卦象的一些研究这样子 我们是有一点不朝自己分别擅长的东西去专业 分工协做一下 对对对对这样子 那在你们的公司里面 就是其实应该也有很多地方每天开门第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如何让经营平稳 然后有更好的一些收获 或者是一定有很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哪些部分是有用得上这个《易经》的占卜或者是风水有做一些调整的 风水的部分 风水的部分我们是也遵从老师进来讲了一口就是 左青龙右白虎 那左边就是要高要动 那右边就是要尽量的低跟进 那我们在就是办公室或者是一些一些公司 公司外围的一些摆设下面 我们就是尊照老师所所教我们所学到的部分来应用 那《易经》的部分我们就是运用在 比如说我们会参加公司的一些工业展览 或者是产品开发 新产品开发以及投资设备的部分 我们都会用意 那每一次用意我们都本来觉得说 我想要去做 但是画像一出来之后发现说 我们可能需要冷静一下 刹车 对我们要刹车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是要储备实力 或者是说再多一点经验的话 就是从《易经》挂像里面来学习 那透过《易经》挂像之后来得到的那个道理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更能够在做事情更能够收放自如 然后可以拿捏分寸跟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还有现在整个事情的整个局面的整个真实的情况 对 拿捏我们可以更接近地气就对了 对对 然后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出手 那如果说超过我们的范围或是说这件事情做起来应该是白费功夫 那我们就不要去自讨没趣这样子 也不要浪费资源在那上面这样子 是 对 所以就是从挂像里面我们就是可以 就是我们 我们也可以就是学习到很多 在经营方面的一些 一些策略的选择跟一些 一些策略的方向这样子 取舍就更加有据 对对对 然后像他每天早上也都会 都会在祖先面 就是会在神明听诵经 福德真神真经天德经 来让事业比较顺利 或者是在接工作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这样子 就是诵经祈福下案我们都有做这样子 是 那你们诵经其实自己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固定的时间表是不是 对会有会有 在什么时间 就是早上跟傍晚 就傍晚这样 就是像一般家里这样 只是说烧香 烧香的时候就要送金这样子 就跟烧香一起 对 然后那时候就送一部天德经 或者是徒弟宫的福德正神真经 对对对 这样蛮好的 对就是他自己也都是每天都是这样子 养成习惯这样 有的时候就是还会在烧花一些金子 在供养 供养生命 供养祖先这样子 是 我想您为了这一次节目的内容也准备得非常的充分 那其实有三件事情或者是应该说是三个时机点 然后您有自己用意沾挂这样子 对对对 针对自己的经营的公司这个部分 对对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头第一个是什么 那时候要参报 报名去年年底的一个展览 学还不太会就是都会请老师赞这样 那圆平老师帮我们赞了之后就发现是应声式 但是会有但是外面外部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会来 那个挂洋是这样显示外面的会会来客室要 老实说就是 嗯 不要去去也去也可以但是不要去也可以因为也就是花那个钱这样子 那我们就说那既然没有太大的功效 那我们就把钱把资金把它存把它放下来 把它存先存起来等到以后再运用这样 对所以就是这个观像如果没有好的话 我们就也就是当下就没有决定说要去参与那一次的展览这样子 那第二次也是今年要开发新产品 那有三个系列产品 那我们就分别为这三个产品 这三个系列的产品来沾挂 那其中有两个就是都没有财 然后也有一个还是硬客室 所以说那个产品的开发应该是会比较不顺利 也比较没有办法在市场上面打的出去 没办法发展出去 所以那后来有一个就是 后来有一个就是还不错可以去做 但是会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比如说在技术上面需要加强跟突破 那我们后来也选择了这个 因为有一些选择了这个可以做的项目系列的产品去做 那在知道说技术要加强 那我们就是在针对这个部分的时候 再去做多一点的研究跟细节跟讨论这样子 跟厂商之间的一些配合 也就是要再谨慎一点 然后再仔细认 然后细节的部分要顾虑的周全这样子 就是从挂项可以知道说做这件事情要注意什么 然后要留意什么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那时候厂商刚好 有一个协力厂刚好要让出设备 那我们想说要投资两百多万钱 两百多万的资金 低比不小的数目 对要下去投资 那后来发现是我们 试生硬就是有一点攀远的意思 就是我们比较旺 那硬摇那边对方是比较 比较羞求那就是比较无力 那就变成说我们好像是热脸去踮人家冷屁股 然后拿了一瓶的资金去帮人家解决困难 那也觉得技术方面 挂项技术方面还有合约方面都都是个问题 那如果坐下去之后后面的问题会很多 根本就是讲难听的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后来那个案子挂项出来之后 对那时候挂项出来就是 我们也是赶快就是紧急的 就是不要再把这个事情给取消 这样也没有再去谈论这样子 就是很快就可以逢凶化极 大事化小这样子 是就是假设是在一个逐渐耗损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停 对 然后修正 那这个修正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回到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 而且是比较接近于正向发展的那个轨道上 是 我们把它修正回来 然后这个时候继续往前走 其实就不会浪费我们的力气跟时间了 对就是 那时候自己在自己投入的时候都觉得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但是挂项的时候 对那挂项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事实的全面性就是这样子 那他的现实面在那边 那你要考量你到底要不要去做 那通常我们都是考量整个现实面 整个全面性的全面性的评估之后才发现说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计划全部先暂停这样子 对就是可以就像刚刚讲的 就可以伸缩自如的就是应变在公式上面这样子 是 至上王禅老祖师尊 以及师父混元禅师天人合一 在当代现在又再次的向世人广传妙法 也希望大家不分年龄 然后不分各行各业的这个 就是完全没有分别 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经风水 是是对 那在节目的时间当然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可以带着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继续来跟您分享 你所有的宗教经验 或者是运用地经风水 学修种种的这些过程 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王师姐她个人学修的这些种种经验 还有心得 欢迎锁定微信电视 先佛在我家 祝福您平安健康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